我希望用三次崇拜的时刻 和大家一起分享提摩太后书的信息 提摩太后书虽然很短 但是我们说非常之宝贵和精彩 有两个原因 我一直都提到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这是保罗的临终遗言 就是一个这么伟大的信徒 他就来死了 他留什么说话 提摩太后书当然也告诉你和我听 我觉得一定是很宝贵 所以我特别和大家一起去找一下这本书里面 保罗给我们最重要的祝福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因为提摩太后书 我们的内容和历史当时的情况 都看到虽然是2000年前写的东西 但其实很现代 因为提摩太后书所面对的社会 差不多像我们每天都看新闻 是一个什么社会 按照提摩太后书描述的世界 就是一个失控的世界 很共鸣 失控了的世界 另外越来越失望的世界 甚至到一个地步是玻璃域的世界 这个就是提摩太后书所面对的世界 也是今天你和我所面对的世界 所以我一直来到留心 看看提摩太后书保罗怎么说给我们听 神透过他如何提醒我们仍然可以装备自己 作为基督徒在这样的世界里面继续向前走 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意 好了今天我们来到最后一次 来到第三个主题的时候 我想和大家一起在一条思想 整卷提摩太后书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我可以说是 保罗一路他写的时候 他是表现出一种秘诀 那这个是什么呢 一种做人的秘诀 这个做人的秘诀 就是保罗看见 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 都好像你和我一样 人世间又高又低 又得又失 有时候就平顺点 有时候就困难点 人人都会这样的 不过作为一个基督徒 有一样东西是那些不信的人没有的 就是有神 那这个有神是什么特别呢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保罗说我们就可以 除了从一个人的体会和角度 去理解我们人生之外 我们就可以不断从一个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层面来看 就是说有神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不同的看法 而保罗经常就是 借用这种看法 虽然人生如此 但是他可以不同的看法 他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 得到不同的结果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 不单止秘诀是一个祝福来的 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 好像保罗那样 我们有神 我们可以这样看人生 但是我们没有用到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来的 你枉信耶稣了 真的 因为神已经给了这么大的机会 这些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都未必能够看到的 因为他最聪明的人 如果他没有神的话 他只不过是一个在平面里面看 他可以看事情看得很精彩 但是他看不到另外一个层面 保罗说我看到另外一个层面的时候 看到完全一幅不同的图画 一个完全不同对人生的体会 说完这个大的方向 我们当然要落实 看看保罗说了什么 所以第一个部分 我想用一个很简单的主题 跟大家讲 叫做汉坚 保罗看到什么呢 我们试试从几个角度 去理解保罗告诉我们 他看到什么 怎样不同法 首先我们说 当然正如每一个人一样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被人看 其实不是我们看东西 是别人看我们 别人评价我们 是吧 是你怎么看我们 这个当然很影响了 我们怎么看自己 这个是不可逃避的 当然会这样的 保罗一样 保罗说人们怎么看我呢 其实真的都影响的 每一个人都是人来的 是吧 那保罗说人们 你怎么看他呢 我曾经是和大家也提过一下 今天我想和大家再深入看一点 保罗说人们觉得我是羞耻的 哇 保罗都有被人看不起的时间吗 有 我们看过 在提摩大后书的第一章 只有一章里面 保罗重复了四次用羞耻这个字 在描述他自己 就是说人们觉得我是羞耻的 一章八节 一章十二节 一章十六节 四次 就是说保罗其实很入心 这个伤害 那你说保罗 也有人觉得他羞耻 保罗很伟大 你和我是基督徒 当然就觉得他伟大 但是我们看回二千年前 保罗他生活的时候 周围的人怎么看他呢 周围的犹太人怎么看他呢 但是我们从历史都可以知道 其实周围的犹太人是很不喜欢他的 从保罗的 他的人生 保罗本来是 少年得志 大家好看好他作为犹太教的领袖 年轻人 前途无限 个个都看着他 希望他可以带着犹太教 可以来到吐气扬眉 谁知道就在大马士革的路上 复活的主 绑吾空见他 整个人改了他 180度变成要传扬耶稣 所以对于当时那些好看得好他 还有很A期 他能够可以带领的那些犹太人来说 他这个朋友 他那些族群来说 保罗是一个羞恥来的 对他来说 这个人 保罗可以好好的 他这么没出色的 现在要传那个 那个是很羞辱的 对于犹太人来说 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差不多连三户都被人脱了 是极大的羞辱 你好做不做 现在保罗很好的前途 你转到去传阳 他周围告诉人 那个才是真正 值得是敬拜那个 所以对于很多犹太人来说 保罗是一个羞恥来的 为什么会弄成这样 这个也是保罗很清楚说到的 因为你看见 第一章刚才说的 有四次他提到羞恥 四次里面有两次就说 因为我传耶稣 因为我奉派传道 我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 这个人觉得我羞恥 还有两次呢 更重要的就是保罗提到 我坐牢了 我相信那些人的心目中就说 保罗你真是折舵了 保罗好好的 现在搞到要传耶稣 还传到什么 最后坐牢了 命也没了 这是不是很差呢 所以很多人因为这个缘故 对于他说 你很羞恥啊 你想起你真的羞恥 保罗能不能感觉到呢 感觉到 知道吗 当然知道 老实说 你和我呢 不断都在人生里面 被人有不同的评价 有时那些人赚我 有时那些人会谈你 都不至于觉得你是羞恥 保罗可以到这样的地步 好了 现在我们看看保罗怎样转 他看到些什么 他除了看到人家对他觉得羞恥之外 他还看到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怎么知道 因为那四次保罗提到 有些人觉得他羞恥的时候 都用一个否定的字眼来说 譬如一张八字祖典型 说了两次 他说我是不会觉得羞恥的 我是人家觉得我羞恥 我为耶稣作见证的时候 我是不会觉得羞恥的 也不要是因为我被囚的 就是被人锁住锁链的人 是作为羞恥 不会不会不会 当保罗有一个否定的字眼来到 是回应人家对他的评价的时候 保罗不是只有一个主观 很环顾的车人 你不是说关我什么事 你有你说我有我做人 不是 而是保罗有一个更加深入的力量 那是什么呢 就是保罗说我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 我知道我现在走的路是怎样的 因为我是一个被呼召的人 你见到吗 那个理由就是说 我为什么不觉得羞恥 因为我是为主作见证的 为什么我 人们觉得我羞恥 我不会觉得羞恥 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方向 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这是一个呼召的人生 这个呼召的人生 对比一般我们说是应付式的人生 应付式的人生 就是有好似很多人一样 每天起床的时候 过个生活就周围的人决定他的 回办公室的时候 怎么看他的人 做些什么 成不成功 做不做到那帮生意 或者在家里面 别人怎么样去对他的 或者你总之 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 每所有发生的事 因为他没有一个另一个角度 去看自己的时候 每天就是这样去应付 应付 你应付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个世界对你的评价 就是决定你快不快乐 决定你怎么看自己 决定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价值 但是保罗不是 保罗是一个呼召的人生 他呼召的时候 他有一个望上去 他望见原来神要求他这样做 他是按照神的计划 走上这条路的时候 终于最后被人锁住 那个监道 命都没了 但他不会觉得羞恥 这个就是一种不同的角度 大家明白了 在这个不同的角度里面 完全得到不同的结果 刚才我们说的第八节 说了两次羞恥 保罗都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自己的时候 第九节再进一步 我们刚才说的 那些人怎么看你呢 很多时候就影响了你怎么看自己 是吧 第九节就是回应这件事情 第九节那里说 我神救了我 用祂的圣照去呼召我 不是按照我的行为 就是说我的performance 就是我做得好不好 没错我作为人 有时做得好有时做得不好 不过保罗这个眼光越过了 又不停留在这里 他说我怎么看我自己呢 好像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后书说过 我连人怎么看我 我不介意 我连自己都不评价我自己 评价我的只有一位 就是神 神看我怎么 这个才最重要 他的价值是这样来决定 在这里和保罗一样说这句话 因为我 我自己不是凭着我能够做到什么 来到觉得我又没有价值 我又没有尊严 而是因为 我是神自己 跟着下去了 神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和恩典 是神自己的计划和恩典 还有这个恩典 再加上去 在万世以前 在耶稣里面赐给我 一切都是神自己 来到为我准备的 如果刚才我们说保罗 有一个呼召的人生 看到不同的图画的话 这里保罗有一个恩典的人生 他看他的生命 纯粹是神自己 没有保罗 我都没出生之前 万世以前 保罗还没出生 神已经为我计划好 赐给我 我现在 我认真 我应该这么看的时候 如果我做得好 我擅长 牙策什么 什么牙策 全是恩典给我的 如果我今天 落到地步 一些人说 哇 你真是折汰了 搞到这样 这个遭遇 那我怕什么 因为又是神自己 容许 让我走上这条路 不是我的错 虽然我都不完美 但是我不应该 将这些全部 成为我自己 那个评价的 唯一的角度 我从神的恩典 和他的计划 来看自己的人生 等于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够 像保罗那样看 那你可以自由很多 我自己时常都记得 我十六岁 你还没信耶稣之前的 那个衰童 那时候 怎样这么囂张 那时候怎样 是带头教的同学 用粗口骂耶稣 这么衰童都有的 然后神要拯救了我 所以到了今天 我站在那里的时候 我牙策什么 没有牙策 根本我就是这么衰童 但是神用他恩典救我 你明白吗 这个不值得 有什么骄傲的地方 同样的 如果是神 因此给你有一个恩典的人生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你又何必需要自卑呢 我又做得不好 我不行 我想起一个小小的见证 可能和大家分享过 不过我觉得 在这里我适合和大家稍微再提一提 其实是很多年前的了 但是我很记得的 很多年前 我很记得我那次坐在一个教会的崇拜 然后有一位姐妹在台上讲见证 这位姐妹是中年的一个姐妹 她是一个清洁工 就是那些是堵垃圾的那些 他信了主母多久 上来讲见证 很明显他没有什么读书 说话也不聪明 不过呢 他所说的说话到今天我都记得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记得 这位姐妹上来 分享的时候 一开口就说 我们这些做堵垃圾的 去到我们做工的地方 那些人都当我们是垃圾 就是完全没有尊严的 那些人哪里看起来的 我回到家 我回到家 家人都当我没到 接着我好记得 说了这两句话之后 他就笑 他的笑话很美丽 好像一朵花 天上面的荣光和他一切 接着他说什么 他现在有什么所谓 我信了耶稣 神爱我 接着他说了一句话 神爱我如珠如宝 我还记得他这么说 我相信那句话 未必他自己想到出来 可能别人教他 或者他问人应该怎么说 神爱我如珠如宝 接着他说了那几句 在神学上不是完全正确 不过我又很共鸣 他说什么 他说神多爱我 还爱我多过其他人 他说那些踩我那些 都被信 我就先相信 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你看这位没有读过书 这样的一位女士 多有智慧 你看他完全不需要再自卑 因为有神爱他 你看到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他自己人生的时候 得到的结果完全不同 你便笑我 我觉得我比那些人更好 因为那些人还没信 我就信了 神爱我如珠如宝 你看看 这个就是那个不同的角度 一个恩典的人生 如果你有一个恩典的人生的时候 你不会再这样看自己 不会因为别人的声音来决定你自己 这个就是保罗那种 刚才我们说的 看见 他看到什么 他看到那些东西 除了普通人看到之外 他还有另外一个层面 如果你不懂得用那个层面的时候 你既然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其实你真的有很大的损失 神都给了这个层面去看 我们多些学习去经历这种不同的层面 那好了 那当然 刚才我们说过 那些人不看法对自己 自己对自己的看法 有一个突破的话 很久当然说到 我们今天事上都是同样 同样的感受 就是当我们放眼周围的世界 这个世界令你很失望 这个历史是世界令你很沮丧 这个世界甚至令你很生气 很愤怒 很愤怒 同样的 在提摩特后书里面 我们到了第三章第四章 保罗一路号数出来 他说我看到这个世界 正如刚才我们所说的 就是这样的世界 第三章第二章到第九章 终终用了七章的圣经 来说这个世界是怎么差 他所看到的世界 是一个很荒谬的世界 我数一下他说了二十几样东西 在几节里面 然后第三章继续再说下去 还有两节又是说这些不好的东西 接着第四章又再提 其实保罗都和你和我一样的 他活在那个世界 每天他不能够不理 他看的时候 就绝对令到他很失望 很灰心 很沮丧 甚至是很坏 我们今天就不会慢慢详细研究 每一个他描述出来当时的世界 因为描述完之后你还沮丧 保罗也是 你看他第三章那段说话里面 说了二十几个 二十几个人那些令他很失望的表现 我简单跟大家总结 大概有几个的大方向 第一 他说看见这个世界的人失控 失控 高傲自夸 完全是没有控制自己的脾气的 这个第一个 我不需要再说回我们今天 你和我 看见那些人都猛烈了 你都知道 想起一些了 第二个 他说是一个很放纵的世界 不能自律 完全是喜欢做就做 这个是一个放纵的世界 第三 这是一个扭曲的世界 扭曲的世界到的地步是怎样呢 应该做的他不做 不应该做的他最喜欢做 但这里我想跟你一点点 作为一个了解 其实保罗用的那些字很厉害的 描述的时候 他用四次用了一个 英文译得比较好 中文译不到的味道出来 他用了lover的字 就是爱人 lover of money lover of pleasure 就是说 中文译做的就是 尊爱钱财 尊爱 是宴乐 其实也很斯文 他的手法 保罗在这里 其实他说 lovers of money 其实原文是一个字 没有那么长的 那个字本来是一个形容词来的 爱钱 喜欢钱 但是他把它变成了什么呢 no 变成了一个人 简单 如果用中文的意思来说 就是说 那个人不仅爱钱 他整个人 只是喜欢爱钱 明白吗 整个人就是爱钱的 他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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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看那些扭曲 他用这些字眼其实是好东西的 表示他内心其实是很猛烈的 想不到怎么骂他们 于是唯有这么写 所以我们一看的时候 很共鸣的 我们完全就是一幅这样的图画 今天你和我都看得到这样的图画 到第三章 到第四章再说多两样东西 他说还有呢 为什么令我们很猛烈呢 因为那些人变得无情无义 冷酷 这个也是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人可以和解的时候都不和解 其实呢 以为我们在说新闻 对吧 就是保禄说的 就是保禄用的字眼来的 就是 是不是冷酷无情 无情无义 还有一样东西 欺诈 虚伪越来越多 人们越来越坏 哇 诈骗这个字 真是 这个现在很流行的字眼 每天都听 这个就是保罗公司看到的世界 亦都是今天你和我看到的世界 好了 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 那保罗怎么去看这个世界 坦白说 他都是人 跟我们一样 他天天是不能够不看到这个世界 周围的人就是这样 他听到的就是这样 都是令我们很质丧 他都会很质丧 但是保罗就看到了 他看到了些什么 我们看一下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他看到了些什么 我在读的时候 我有一个发言 我相信保罗是特意用这样的手法来表达 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就是刚才我们说 第三、第四章 不是有三段 数了这些东西出来的 令他很失望的东西 然后每一次 无独有偶 他数完之后 带给他的或者我们 应该很自然就是很失望 很憤慨 很肯定 但是呢 他每一次数完这些之后 那一节 一定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 如果要愚文的希腊文来到 开始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就是 ZUDE 是希腊文的意思 ZUDE 就是说 ZUDE 就是你 但是 DED 他一转 每一次他带我们转 他说 看完了 但是 你不是这样看的 你可以不是这样看的 大家明白了吗 ZUDE 所以三段 每一次完结之后 保罗都加了这个ZUDE 但是 我相信 我相信 保罗是有意 用这种 这样的结构 告诉他 你可以不同的看法 好了 我们当然 研究一下 很好奇 三个ZUDE 是说了什么呢 好吗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ZUDE 三章十节 刚才我们说 三章二节到九节 都数了 令我们很失望 很愤慨的事情 出现了 看到了 ZUDE 三章十节 但是 你看什么呢 他说 用第十字 那里说 你已经 看到我的教训 品行 指向 信心 欢容 爱心 还有忍耐 还有我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城市 比如安帝阿尔个念等等 受那些苦 你都完全知道 还有我怎么走得过那条路 怎么捱得过 这个想说些什么 保罗真的很大胆 他说 你看到这些了 很失望 不过你要看的什么 TUDE 看我 哇 保罗那么牙齿 不是 保罗不是骄傲 而是说 你还可以看不同的 德性的榜样 这个世界还有德性的榜样 不是只有那些人在那样 越来越测读 这个世界当然是充满了这样的情况 但是你的眼睛不止停留在那里 保罗说你要停留在 看那些德性的榜样 在神 有些属神的人 好像我那样 保罗说你看见 我仍然有品行 我仍然有志向 我仍然有爱心 我仍然有忍耐 我仍然在这很困难 要被打倒的环境当中 我撑得过他 你就看我 但这就是第一个ZUDE 顶姐妹 我们眼看些什么 如果正是看到这些 令我们失望的东西 当然我们就可以了 不过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 德性 我记得我自己信了耶稣之后 一年左右 是我灵性一个很低潮 一个危机的时候 我想耶稣之后 我很热心在教会里面 很多个世伯 年轻人 有一些年之后 我整个人都被打倒 为什么呢 因为看到教会 很多人令我失望 我很多人说 初初以为他是一个 基督徒 教会 很热心 看一看原来是这么假的 原来 这么做得出 一个人就是这样 两个人就是这样 到那个地步 我坐在那里 我说 那 为什么我要再相信呢 现在 年轻人 多少事可以做呢 我一个这么拼命 帝友 好像他那样 这么坏了 有什么意思 我不如做个其他事情 不就更好 那时候我真的在那里 挣扎 还信不信呢 为什么要信 像那些人那样 我感谢神 我挣扎在那些日子里 我想通了 想通了什么呢 我就是说 是的 教会里面 很多人令我失望 基督徒都搞成这样 不过 我在教会里面 还看到有几个 有些 他信了三十多年 他仍然可以是这么真诚的信 他仍然可以 按照圣经的标准 去继续认认真真地做好基督徒 他人格 令我佩服 那时候那里不是你学的 从一个逻辑 的角度来说 只要有一个存在 就是表示可能 是不是 就是说有一个 虽然也不多了 我估到也是很难的 将来我会不会像他那样 或者其他那些人 都会 不过 我仍然可以像他那样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告诉自己 如果我用了几十年命 我要几十年之后 就像那个人那样 因为他可以 我都可以 鼎姊妹 今年我信耶稣 五十四年 五十四年 我不能提到保罗 我不能提到保罗 你看我 不过我仍然可以站在大家面前 你看我 五十四年 到今天我仍然 发现我的信仰是可信的 是靠得住的 我的人格 是按照圣经可以继续做的 不用这样骗人 不用那么虚偽 不用这样 是做一个失败的人 失败的基督徒 鼎姊妹是可以的 虽然可能都经历了很多不同的挑战 但是可以的鼎姊妹 你看我嘛 可以的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令你很佩服的宣教士 还有很多 牧者 还有很多 就算平信徒的认识 你看他们 信了几十年 仍然可以这样 为什么你不可以 你可以 这个就是那个 你明白吗 但是 你可以不同看法的 第一个 第二个 三章十四节 三章十四节 就是回应三章十二十三节 刚才说 又是数了 令我们很失望 如果你看圣经 古罗说 到一个地步 你立志要过 敬虔身户 都被人逼白了 还有什么呢 那些个学人 必定越来越多 就是越来越坏 看完之后 心都说了 三章十四节 但是 我们读下去 三章十四节 但是 你 却要知道 你是跟 谁学的 咦 这句话 不是很久 说 不是 原来看上去 那几节 十三到十七节 那个 随 跟随 学的 那个随 是指什么 圣经 圣经 你原来那里说的 这个呢 是第二个 你可以看到的 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坏 坏的人越来越多 那些人胡说 不过 你知道 你作为基督徒 还有圣经 还有神的标准 还有神的要求 你是知道的 你可以走一条 和人不同的路 人就是这样走的 不过这条路 你可以不同走法 因为神有标准给你的 我们可以有神的要求 我们继续走一条不同的路 Dare to be different 能够有胆量 去和人不同 有与人不同的胆量 这个就是 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三个 但是你却要的 所看见的 就是四章五节 四章五节 同样的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之前那两节 四章的第三 和第四节 又是数了我们刚才读的经文 数了那些 令我们 是很失望的 这个世界 不能用得下 纯正的道理 正正式式 说句有意思一点的 正当一点的 合理一点的 那些人都不说的 是吧 说些歪理的 并且这个歪理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令人 是发觉这个无稽之谈 充满了我们周围 这个世界 是的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Zudeh 又来了 保罗话第五节 那里说 但是 你可以不是这样看的 你可以不是这样做 因为我们有神 这个就是一个不同的层面 这个层面是 没有神的人不信神的人 不会有的 是我们有的 我们可能吸不上他们的学问 我们可能吸不上他们 那么有才能 或者那么多钱 那么有权力 但是我们有一样东西是他们没有的 因为我们有神 我们有一个可以这样看的角度 那么现在呢 这一节第四章 第五节的 Zudeh 是在说什么呢 这里就是说 有四个很短的 可以总结性的说话 我就想把这两个 把它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我先认为有硬功 一个我们有内功 还有 因为我们熟神的人呢 可以知道自己有内功的 两句了 内功就是那里写说 我们可以仍然头脑清醒 第二 我们仍然可以在很受苦的时刻 很困难的时刻 有一种是不尋常的力量 去走得过去去对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凡事谨慎 清醒 因为我们有神的人 圣灵在我们里面会教导我们的 最聪明的人都没有这件事情 神自己的智慧教导我们 如何分辨善恶 知道头脑可以仍然清醒 第二 我们里面有一种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从神而来的力量 不是因为我呢 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 我应该被打倒 但是竟然我可以不被打倒 哥林德后书 普罗话 我们就好像一个瓦器 那样 大家都知道 瓦器就很困难 很差的 很软弱的 不过 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 在这个瓦器里面有什么 宝贝 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得那个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但是这种是一种神迹 在我过去的人生 我想在你的人生里都经历过 那些日子你觉得 看不到 怎么过得到 人不行 最厉害的那些 最厉害的那些 都过不到 过到 为什么呢 因为神里面有一种宝贝在瓦器里面 这个就是那种内功 是的 这个世界会变成这样 是这样 不过我们有内功 神给我们 因为我们有神 还有呢 硬功 还有两样东西 要向外出击 两样东西 第一 都是保罗正在做的 就是要坚持传福音 要完成福音的工作 第二 有目标的生活下去 你刚才所说的 好像一个呼召的人生 那样 要完成神交托给我的职务 这两个东西 我是不会停的 我会继续下去 这个世界无论变成怎么样 我都会继续做这两样东西的了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 保罗给我们看见 三个Zu Dei 希望呢 透过保罗这三个Zu Dei 送给大家 不是我 但我也在学着 我们一起来学 我们还有Zu Dei 这个世界 周围令我们很失望的时候 提醒我们自己 因为作为基督徒 休臣的时候 我们可以同一个 保罗得 我们都可以 好了 刚才说到这里 我们就很顺势提醒 第二个 想和大家交代的 最后的一个主题 就是 完成 反正 提摩大学书是保罗的遗言 最后 刚才 我们所读到的经文 保罗说 我知道我僑殿的时刻度 即是我就死了 保罗说得很清楚 他自己都知道 那当然我们就要试一下 总结一下 跟从保罗的角度去总结一下 整个人生 好吗 这个成为我们所有 这个主题的讲度里面 最后一段 部分 我觉得都很适合 好了 我们总结一下保罗的人生 看看保罗怎么总结他自己的人生 好吗 我们学一下 跟保罗一样 去总结自己的人生 好了 我们先去研究保罗 如果我们总结保罗的人生 我一直在做这些功课 我一直在想 保罗的人生 究竟是成功 有些失败 如何去评价保罗的成败得失呢 我试试这样的角度 来和大家一起来 分享一下你们 看看赞不赞成 首先 我们从保罗的出身 和他所本来拥有的条件来说 应该是一个很成功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的角度 应该是很成功的 我举简单的例子 这些全部都是 圣经里面 保罗告诉我们 有事实上的资料 第一 保罗的出身已经很硬淡了 保罗的出身是 信不忠的犹太人 不单只是我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 我还是发力错人的发力错人 他出身已经是 对犹太人来说很重要 很硬淡 没有瑕疵 不单只这样 接着他受过高等教育 是吧 保罗受过高等教育 大家看看 他是加玛烈的门 加玛烈是明师 很多人想跟他都跟不到 竟然就收了这个年轻 用今天的角度来说 明孝出身 你明白吗 赢在起跑线 是吧 明孝出身 那条件已经够了 他赢了 赢尽了 他要做什么都可以了 再加上后来 我们看到了 保罗有罗马人的国籍 他不单止是犹太人 他在犹太圈子里面吃得开 在罗马人 这个帝国的圈子里面 一来吃得开 用今天的角度来说 就是两文三语 不是中文英文 是吧 是犹太文 就是希伯来文 和希腊文 那些精通 有很多学者研究 用他合文的方式 他应该连拉丁文都懂 就是当时 就是这个 罗马帝国的官方语文 他应该都懂 因为他完全通 就是他什么文都懂 就是说 你从今天的角度 很吃得开 是吧 做出入口都可以了 是吧 在犹太人那里 搞些生意 带给罗马 在罗马那里 拿些这样的好处 和机会 给犹太人 两边 他随便怎么做 肯定是爬上去 扶要直上 绝对没问题 那么最后 第三个 我们说 有了一些条件之后 事实上 他是少年得志的 一早就已经发围了 每个人都看得起他 这么年轻 已经可以代表犹太教 去到 去拿那个 拘捕令 是吧 要捉取所有的基督徒 所以这个人 从任何角度来说 应该是一个很成功 很容易发为 富要直上的人 这个绝对是没问题的 他这样的条件 这么硬正的条件 好了 我们看回他 信了耶稣之后 跟着那几十年的人生 很不相情 是吧 很大的对比 应该很发达的了 应该很有才华 应该很富裕 保罗一点都不富裕 大家知道 不单不富裕 没有赚到钱 没有发大财 还有很多次他自己说 数给我们听 他又饿又渴 又知不弊体 衣服都不够穿 还遭遇了很多幻麻 这个是保罗的人生的描述 很凉 搞到这样 好了 第二个角度 从某个角度来说 他应该这么硬正的背景 应该扬名 起码都成为 他有他的知名度 我们看回 在当时 在他 这个罗马帝国的社会里面 他有没有知名度 没有 那又说 用真能做到知名度 都是 只有几个而已 那些大演说家 或者那些大的政客 那时候都会留名 一般人都不可以 你不可以 要求保罗这么多 但是不是的 如果我们从一个人的角度 来了解的时候 保罗有机会可以扬名 而且 他其实是有机会 可以用他的明星 很想 去改变当时整个社会 如果你看 紫德行转第十七章 你就明白 十七章 他说什么呢 说到保罗终于有机会 站上去雅典的阿略巴古广场那里 发表他的讲章 和演说 大家明白吗 那有什么特别 很特别的 这个 当时的雅典就是整个罗马帝国的文化之都 大家可能猜到了 雅典 而雅典里面最重要的文化广场 发表的地方 就是阿略巴古广场 是什么人啊 就是那些政客 想上任的时候 发表他那些理想的地方 大家走去就听 那些文学家 写了一首诗 个个都等着他出那首诗 就是第一次在那里读的 那些剧作家 他首演的剧就是那里首演的 你明白吗 就是 我相信比较香港的红馆更厉害 你明白吗 就是 哇 去到红馆开一次演唱会 一世无遗憾了 就是这样 而保罗终于有机会 上去雅典巴古广场 发表他那个讲道 和演讲 这个呢 保罗也是很珍惜这个机会 你看到雅典巴古广场 他那个讲章真的很用心去预备 是吧 大家记得吗 去到那些雅典人 那些全部都是基督徒 那位雅典人 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有文化 不单是很有文化 对宗教也很有热情 哇 听到就很爽 他说我周围看看你们 去到不同的地方 很多神像 很多东西都很虔识 接着保罗说 我看到有一个像 下面写着微色之神 他说 哇 保罗云你真是好 都不知道是谁 你都相信 哇 那些人觉得很爽 对吧 不过保罗云 就是那个你 你未识的 才是真的 接着都会说 创造天地 都这样下去 好棒了 保罗你真是 作为一个讲道的人 我都很服务 这样的讲章是真是好棒 不过讲到最后 他来到这个世界 他的耶稣 然后呢 他复活 一讲到复活 那些人就走了 因为那些 这么理性的那些 那些都认为自己 真是很有 很有学养的人 嘿 又说这些迷信的 死了都可以翻山 那些傻的 走了 是吧 记得吗 圣经说 走剩几个 我想听多些那些安慰奖来的 不通无识 就是 应该可以扬名的 又没有 好了 我们再退而一步 那作为犹太人 起码在犹太的圈子里面 他都应该有些知名度 有 不过知名度 就被人追杀了 气得他死了 去到哪里都被人用石头扔他 那就好了 再退一步 去到教会 那当然教会 很久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 影响 也都感动了 帮助很多人 不过我们曾经也提过 甚至是这样 也不等于教会里面 所有人 这个 都喜欢他的 有些人很恨他 很妒忌他 很妒忌他 肥立比书的 有些人看到他坐牢 很高兴 为什么 你以前以为你很聪明 都妒忌他 现在到我来做 那些人会这样对他 还有 保罗所传的那个信仰 那个福音 是因为他说 爱帮人 他没有受割礼 那些不是犹太人 神同样去爱他 这些说话 虽然今天觉得没什么所谓 很对的 但对于当时那些很强的 犹太教背景的信徒来说 这些说话 都很狠义 民族主义 很狠义 所以很多人都不喜欢他 你看加拿大书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很多人不喜欢他 所以保罗有些人不喜欢他的时间 在教会里面 很多人不看理他 都妒忌他 排挤他 甚至保罗有一次 他很自嘲 那些人觉得我奇貌不扬 言语造俗 我相信他不是的 不过他都觉得 都是这样看我的 就是说 如果从一个这样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保罗的一生 和他那个出生的条件 完全不相信 值不值得 搞到这样 就是因为信耶稣 值不值得 保罗还值得 为什么值得 听清楚 他那个重心 是保罗说 因为我知道 我有追求的 不是那些东西 如果我希望 我的人生是 有钱 有名 有利 有权力 出名的话 我是失败的 但是保罗说 我追求不是那些 那保罗追求些什么 有两样东西 我们看保罗的作品 很清楚 保罗自己都知道 告诉我们 第一 内在的 第二 外在的 内在是什么呢 保罗的人生最重要的 就是我能够 我耶稣基督为自保 为了这个目标 我甚至丢气万事 所以保罗行不行 做到 保罗说 我现在 我可以大胆告诉你 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一串 我现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我心里面都不知道 觉得多有福气 因为我死了之后 我可以面对面 一直跟我所爱的耶稣 他的生命 怎么扎实 就是我的生命 因为要认识耶稣基督 经历他 拥抱他 现在我得到了 我没有遗憾 我得到了 我要的东西 我得到了 我追求的 我得到了 第二个 就是保罗那个 向外的 那个 使命 是吧 很清楚的 很久 他一信耶稣之后 神都很清楚 告诉他 以及他在罗马书 更加清楚 他一生的使命 就是要去到外帮人 福音未到的地方 全福音 我们中官保罗 信耶稣之后的人生 他完全是做这件事 他去到哪里 没有 没有楼太人 也好 什么也好 外帮人的地方 他就是全福音 他做了 他做到了 我罗罗说 我要求的东西 我现在人生 在这两个目标 我有 我何须有遗憾 无悔 无陷 的人生 因为我知道我做到什么 我要做什么 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像保罗那样伟大 不是要做大世界的宣教 但是你知道 如果你连自己的神 呼召 你做什么都不知道 我相信 你刚才说 那种应付式的人生 浮浮沉沉 你觉得你怎么样 你就怎么样 但是如果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我也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甚至很简单 你知道神交托给我的 我是要养大两个弟弟 很好的让他成为爱神 爱人的人 这个也是一个 一样是你的呼召 你就知道 现在我知道 我做 努力去做 我做过 那我就人生 很久说 我不会有遗憾 坦白说 哪个人的人生没有遗憾 总是有一些遗憾 我七十多岁 看回保罗也是特别的 但我共鸣 人生永远都有些地方 你想去就去不了 有些人你想见的 见不到 有些事你想做的 都没做的 有些说话你想说 我这次没机会说 人生总会有些遗憾 不过 你看看你那个遗憾 你是为了那样的生存 要说你知道 你自己有个方向的目标 是保罗 我知道我要得着基督 我知道我要向外帮人伏福音 这两天我看回来 我做到了 有个哲学家很有意思的 他说如果你发现 你自己活得够的话 你是不会怕死的 你不会怕死 保罗就是这样 所以最后我想用这个四章七节 好吗 和大家作为一个总结 四章七节保罗特专的 因为他六节就说我现在要死了 接着他又用三句话去总结 他自己人生那种的无陷 无悔 那种的信心和体会 我相信这个值得你和我一起 欣赏 甚至我们可以去学校 去体会 第一 人生总有很多关要过 保罗都过了很多关 但是保罗说那美好的仗 人生总有关 要仗要打 有时的仗是你的身体 有时的仗是你的人性关系 有时的仗是你出身的家庭 有时的仗是你的事 总之 很多仗要打 你和我都经验过 不断的要去打 保罗说 不是每场仗我都打得赢 不过我敢说我每场都飘飘亮亮的打过 美好的仗 我飘飘亮亮的打过 我对得住自己 我对得住神 第二 我要守个信仰 标准 我守住 所持的信仰 我已经守住 那是神要求我的标准 我做人 从圣经里面 神要求我的标准 虽然我不完美 但我努力去守住 我没有失败 我没有放弃 第三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 要走个路 我跑完 第一次我看到这句的时候 觉得有点差点 人生当然是这样 跑完这条路 就死了 那有什么特别 这条路就走完 那我就完 那走完这条路 有什么特别 我有一段时间 也不太明白 为何保罗加他这样的东西 本来上面那两句很有奥气 第三句是这样的 后来我看回圣经 原来史读行转二十章的时候 很久已经用过同样的字 完全一样的字 跑完要跑的路 原来他有更深的意思 在《小男主》二十章那里 在说什么呢 原来那时候 就是保罗在镜外帮 做很多传方的工作 于是他就 最成功的时候 最做得最好的时候 有圣灵感动他 要回去耶路撒冷 大家记得这件事 就是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 还有他一看的顶尖会 就更加不明白 因为大家知道 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大本形 保罗这样的人 在做这件事 回到耶路撒冷 他就死定了 死定了 最终历史都告诉我们 回到他就被人做了 所以保罗知道 其他人都知道 第二十章说到保罗 但是他说什么 他决定要回去 因为圣灵神叫他回去 他就做了 于是去到岸边 要开船的时候 那些人抱着他哭 你不要去 你不要去 你死不了 接着保罗就在说这句话 他说我不以珍惜自己的生命 只求跑完我的路程 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份 这句 走完我的路 原来走完我的路 这句话 原来是同一句 不过我加了一个解释 原来保罗所谓 我走完我的路 就是说 我知道神有什么交托给我 然后他交托给我的事 我做了 他意思是这样 完成了神交托给我的 保罗说 我知道神交托给我的事 是什么 然后我完成了 所以我会死而无陷 原来是这样的意思 很有意思 三句话 够了 保罗说 有了这三句 我人生无陷 我随时可以走 好 好像我说 在讲语里面 加多一句话 我觉得是一个功名 他说 每日活得好 随时预备 可以上路 不是消极 很积极 保罗随时 他随时说 神说 明天早上 不能走 没有遗憾 因为我活得够 要打个仗 我票给他两个打过 要守的标准 我守住 一直守 到今天 要走的路 要完成的职份 我做了 这个时候 我随时都可以走 不过今天 明天 还有命的时候 当他赚的 你明白吗 所以保罗完全没有消极 保罗说 喂 提摩泰 记得上一次我们说 有机会你来的时候 你拿些羊皮卷来给我 因为我有些东西还想写 我恐怕保罗最后不能写 因为他说完这几句话之后 就是写完这几句话之后 几个星期就死 可能提摩泰还没拿卷 有什么重要的 人生 保罗说 写到写不到 不要紧 随时回去见神 因为为什么 在神语路第八节 我公义的主 为我传留了官面 这个是从当下到永恒 由这个角度去视野 去体验人生 人生长短 人生成败得失 有双得命 但这个我相信 就会成为 保罗最后的遗言里送给我们的礼物 也送给我们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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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送给自己 要让我们好好见证 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帮助 让我们енсijn 下留 Morten 这个世界令我们很失望 甚至人家对我们的看法 都令我们自己很难过 不过我们因为望向你 从当下我们可以望向永恒的时候 就是在这样的角度里面 我们的生命完全可以 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福气 让我们能够可以这样过我们的人生 多谢赞明 奉耶稣命祈祷 Amen Amen